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已经持续一年 战争初期 有分析人士预测 俄军可能会在几个星期甚至几天内攻占基辅 包括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内的很多人 没有预计乌克兰会顽强抵抗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果断拒绝了 美国政府协助将他撤离乌克兰的建议 他说战争在这里爆发 我需要弹药而不是大车 他决意留在吉辅并宣布实施戒严 开战十天内 超过150万名乌克兰人成为难民 逃离自己的国家 西方国家开始针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 同时向乌克兰提供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3月初 俄军在乌克兰南部和东部 迅速推进 他们攻陷赫尔松 并控制了位于扎波罗热的欧洲最大核电厂 俄军还逼近吉辅进郊 但很快面临兵力不足的问题 4月初 记者和人权工作者在吉辅进郊的布查 发现大量证据 表明这里发生了战争罪行 他们指称俄军蓄意袭击平民 有数百具平民尸体在布查的街道和社区目的中被发现 布查事件发生后 拜登总统指责俄罗斯在乌克兰犯下种族灭绝罪行 普京总统则誓言推进战事 并下令俄军展开新一轮攻势 意图全面控制顿巴斯 5月间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再度呼吁俄罗斯停战 他说 这场无端的残酷战争将给世界带来无穷灾难 几天后 工业化七国集团和欧盟同意 对俄实施新一轮制裁 包括承诺在2022年年底前逐步停止从俄罗斯进口石油 此外 普京总统也面临新的打击 瑞典和芬兰正式宣布申请加入北约 此前 普京曾说过 对北约扩大的担忧是他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之一 进入夏季 乌军发动一系列反攻并有所斩获 9月 乌军收复了几乎整个哈尔科夫地区 后来又收复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利曼 9月30日 俄军非法吞并了顿涅茨克 赫尔松 卢干斯克和扎波罗热 显著扩大了对乌东地区的控制 此前 俄罗斯在2014年吞并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 并占领了卢干斯克和顿涅茨克 10月 连接俄罗斯和克里米亚的大桥发生爆炸 并遭到严重损坏 俄罗斯指责乌克兰制造了爆炸 并开始轰炸乌克兰的能源设施 以此作为报复 此举在冬季来临前毁坏了乌克兰的主要发电站和电网 11月初 俄军从曾经有25万人口的港口城市赫尔松撤出 乌军取得又一个重大胜利 此时 欧洲面临的另一场危机正在加深 受战争影响 欧洲通胀率突破10% 克里米亚林公认为 物价高涨和乌克兰难民的涌入将削减欧盟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 但是2023年1月的一项权威民调显示 74%的欧盟国家公民仍然高度认可欧盟向乌克兰提供支持 2022年12月的一项类似民调显示 大多数美国人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将近半数的受访者认为 乌克兰应该尽快就和平达成协议 尽管这可能会意味着乌克兰失去部分领土 核乌战争将满一年 战争的惨烈代价从几个数据中可见一斑 联合国估计 自从2022年2月开战以来 大约有7000名乌克兰平民死于战火 过去一年里 阵亡的乌军官兵可能高达13000人 俄罗斯官员说 同期大约有将近6000名俄军官兵阵亡 美国情报部门估计 俄军阵亡人数可能接近10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估计 截至今年年底 这场战争可能会让全球经济损失2.8万亿美元 联合国估计 仅在欧洲地区就有将近800万名乌克兰难民 对很多人来说 这场战争的人道主义灾难和经济损失 已经极为惨重 但由于乌俄双方均未释出妥协迹象 冲突将在何时以何种方式结束 此刻尚无答案